各位我們現在仍是在花蓮縣的壽豐鄉 繼續來參加我們花蓮魅力自行車道的活動 接下來要走的單車路線呢 就在這邊壽豐環鄉自行車道啦 就從我們的山邊路山段就跟它直直的騎 你就會看到這個扛棒 記得一定要做打卡拍照喔 等一下我們就順著這條路線 好好去享受一下我們壽豐環鄉自行車道的美景吧 GO 沒錯那這裡呢 就是我們壽豐環鄉自行車道的中繼打卡點 就是我們的櫻花步道 壽豐環鄉自行車道它全場16K 所以我們繼續騎下去努力出發 GO 那我們現在這裡呢 就是我們壽豐環鄉自行車道 終點就在這裡 好 捏制花線束縛 做我們終點的一個打卡